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倒计时 离投票那一天只有15天的时间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民调中持续落后 那么为了晚会颓势 川普星期六在宾夕法尼奥州的格底斯堡 做了一次政策讲话 格底斯堡是当年南北战争中联邦军队 获得胜利关键意义的所在地 在这次讲话中川普承诺 在进入白宫100天之后 要做出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改变 那么关于联邦政府的部分吸引了很多的注意 在今天小夏看美国的节目中 美国之音供想一下 博士要为大家解读一下这里的含义 那么小夏我想请您 首先给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介绍一下川普这部分讲话他的内容 好吗 这部分有六点 第一点他说他是建议进行修宪 修宪将增加宪法修正案 对国会议员实行任期限制 第二点他说要就是 冻结联邦政府雇人 使这样逐渐减少联邦政府的人员 同时在这个中间 他不会冻结跟安保有关系 比如说军队保安这些人员的雇佣 第三点是 减少政府的规章制度 每一条新规章 如果出笼的话 要减少以减少两条新 旧规章为代价 所以这样的减少政府规章 第四点是有五年禁止 国会议员成为游说者 进入游说行 第五点是白宫的官员 就是行政部门的官员 永远不能够为外国政府进行游说 最后一点 第六点就是说 为外国政府游说的人 永远不得替竞选运动募捐 这是一共六点 那么后面几点引起非常大的注意 好的 那么下面我就请你讲 因为刚才你说到 他专门提出要禁止国会议员 与白宫的官员在离任之后 来进行 对政府进行游说 那么这个游说现象是本身的 您怎么看 他是不是表示 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 也存在一些 可以说是在法律范围之内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 不正常的这个 或者说甚至说是腐败现象 那么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呢 应该说是相当严重的 目前就说 在美国做国会游说 做政府游说是要登记的 你是作为职业游说者 目前在政府登记在册的 职业游说的前国会议员 最少有四百四五十人的样子 人数非常多 也就是说他原来是立法的 那么他离开政府之后呢 他到了一个私人游说行之后 他反过来要影响立法 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 立法程序怎么样 所以这里头人非常多 而前白宫官员 也有大批进入游说行业的 举一个例子 就是最新的一个例子 是刚刚去年离开议长职位的 共和党的议长 那个共和党这位议长 他就进入了一个大的游说行 这个大游说行 本身替很多外国政府游说 包括替中国政府游说 那么另外呢 就还讲到一点 也是关于这个游说的这一点 就表明川普呢 对这个政府的官员的游说 这个现象呢 他是非常的看重 而且他也是十分的不赞同 也就是说呢 行政官员 行政部门的这官员 终身不得为外国政府的 这个竞选呢 来进行游说 那么这一点你怎么看呢 就是说 还有不能够为外国政府的 这个游说的集团 募集竞选的资金 那么这方面是 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个情况也应该说相当严重 就是说这个 我们在华盛顿最少有 四五百个游说行 这个美国有一句话说 这个美国的第四权力在K阶 K阶是哪里呢 K阶就是华盛顿游说行 集中的地方在华盛顿 这里头有大量前国会议员 前国会官员在做各种游说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奥巴马政府中 原来是主管这个 这个知识产权的 管知识产权 所有这些规定 后来他在前几个月就离开了政府 就马上摇身一变 成为什么呢 成为一个专门去为知识产权 为这个电脑软件游说的公司的总裁 这个总裁不仅代表美国公司 还代表大批的外国公司 这些外国公司 就是说包括中国的公司 我们看到中国的公司 在这个游说行里 都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就是合同的能做一些事情 中国大使馆也在刚才我们说的一个议长 游说行里 它是有合同的 都替他们游说 而同时这些游说行本身呢 在每次总统和地方选举中 都会举行相当多的募捐活动 那么尽管这些外国公司是不能花钱去竞选的 但他游说行的人个人是可以花钱的 所以这个中间呢 就是说华盛顿有句话说 这些都是revolving door 就是说等于是旋转门 一会儿转进政府 一会儿转进政府外 政府外这个人赚很多钱 政府了解很多知识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知道的一些国会议员 比如说他在国会的时候 国会工资是很低的 他就是一个下院议员 现在拿的都是不到19万块钱 那么这个19万块钱一元的工资的一元 他出来之后 他到一个游说行 如果他是某个委员会主席等等 他拿的工资最少是七八十万 所以在这个中间 华盛顿的利益 是等于和这些商业的利益呢 是这么搅在一起的 其中不仅仅游说行 还有很多人进投行 投资银行 那么小小我想最后问 就是对他的这个观点 您赞不赞同 这不光是川普一个人的观点 这个是共和民主两党的人 都会提到类似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记得2008年 奥巴马在竞选的时候 就一再说他要限制这个游说者 他要不许他的走下的人游说 但是呢 结果后来发现就是 华盛顿的这个 有这个专门知识的人非常少 所以目前来说在奥巴马内阁中工作的人 现在是官员的人 最少有70名原来是游说者 好的 非常感谢小夏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对美国大选 这次的这个进展的介绍 与观察就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